说起中国最有原则的杀人犯 那就非龙志民莫属了 他在中国十大恶匪中排名第三 他自己都说做人必须要有原则性 所以他有三不杀 这么多年来 他杀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原则去杀 那么他的三不杀到底是哪三种人不杀呢 龙志民被抓以后 他是这样对警察说的 科技人员我不杀 国家干部我不杀 工人和职工我也不杀 因为他们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我只杀残废的人 杀愚昧无知的人和憨憨傻傻的人 我是在为国家除害 大家听听 他杀了人还是为国家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大跌眼镜 说此人是杀人狂魔 是凶残汉废 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他杀害了48条人命 这还只是官方的消息 在坊间传闻他杀了103人 就是这样一个视人命为草芥 杀人如麻的极恶之人 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为了国家 是行侠仗义 这让死于九泉之下的冤魂如何明目 这让死者的亲人与家属如何接受 这是在为自己的罪恶狡辩与开拓 但法律绝不会因此就取消了对他的处罚 他最终也要为自己的罪恶买单 可以这么说 龙志民他可能是杀人犯当中心里素质最好的一个人 从1983年到1985年三年不到的时间里 他就杀了几十人 真的可以说是杀人如麻了 说他心里素质好 是因为他把杀死的人整整齐齐的摆放在自家的院子里 还在他们的上面种上了萝卜等蔬菜 这是多么强大的心理 任何一个心里正常的人都不会也不敢像他这么做 事情还要从1985年5月28日开始说起 陕西省商洛市商县县官局里 来了一群吵吵闹闹的人 负责接待的警察询问之后得知 到公安局来的是三拨人 其中两拨是来找人的 他们要找的人都离奇失踪了 而失踪的两人最后都是同另一拨人接触过 这就是第三拨人 龙志民 其实从1983年到1985年 在商县各厢出现了怪事 一些外地打工归来 或者上城买东西的农民离奇失踪 从1985年5月 向公安部门报告的失踪者就有37人之多 刘湾湘叶庙村40多岁的杜长英就是其中之一 1985年5月16日 他起了个大早 跟哥哥一起去城里赶集给猪买豆饼 两人分手后 杜长英却再也没有回家 家人四处寻找 5月27日傍晚 哥哥杜长年再次从城里寻觅回来 路过县造职场时 找到了出纳员 也就是杜长年的表弟侯奕庭 说了杜长英十多天还没有回家的事 侯奕庭愣了片刻 然后神色变得紧张起来 他说 两天前有个身材瘦小的男的 拿了一张金额一块八毛五的卖卖草的条子来领钱 条子上的名字却是杜长年的 我就问那个人是怎么回事 那个人说杜长英欠的钱一直赖着不还 他在街上赌上了杜长英 杜长英就把这个借钱的条子给了他 5月28日 京侯已经辨认 领钱的人是44岁的龙志民 杜长年等人马上开始找人 在街上碰上了正在溜达着的龙志民 随即上去就抓住了龙志民 要带他去派出所 僵持不下的时候 一个黑莲小伙子上线 说他也在找这个人 这个黑莲小伙子 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 另一波寻人队伍中的成员 他们找的是自己的村支书江三合 1985年1月11日 上官坊乡某村的副支书江三合等人 从山西做活回来 在西关车站打算回家 碰到了个头矮小的龙志民 龙志民说他家里有活 挖猪圈 一天给5块钱 江三合独自去后 就再也没有回家 他的兄弟江银山得知后 从圣里尤田请假回家 一直寻找到5月 期间曾数次向地县有关部门反应情况 均没有得到回应 5月28日 在这个吵吵嚷嚷的人堆里 江家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 龙志民 持续了数月的寻访 江家人了解到 龙志民经常出没于西关汽车站等处 春节以后 还不时地从市场招走一些男女 两波寻人队伍交换了情况 感到事情非常的严重 最后决定把龙志民 押往公安机关报案 这也是咱们最开始说的那段情节 民警觉得龙志民非常可疑 决定先把龙志民扣押起来 面对信问 到了公安局的龙志民则大喊冤枉 龙志民的供述来来回回就是说 杜长英的卖草条是我拿的 他欠我20块钱 以后他去哪了 我咋知道 姓江的是我叫的 可干完活就走了 你问干了多长时间 起个猪圈吗 能用多长时间 一下午就干完了 他在我家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以后他去哪了 我咋知道 面对这么一个矮小愚笨 光头赤脚的农民能干出什么事来呢 民警甚至为官还是放犹豫过 最后决定先把龙志民关起来 第二天到龙志民的家里看看再说 可是没想到的是 结果却令人恐惧 5月29日早晨 两名警察去往杨玉和乡的王建村 龙志民家里的窗户 全部堵上了土坯 昏暗的像个地窖 屋内坑坑洼洼的土质地面上 有好几处像被铲过 架在阁楼上的木梯有一些斑点 呈现污子的颜色 非常像是血迹 龙志民的妻子严书霞 下体瘫痪 行为古怪 一会儿说 屋里没啥 过了一会儿又说 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人 晚上我睡在炕上 见外面有动静 第二天这些人就都不见了 可是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 他又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 又没头没脑了说 我洗衣服 水红红的 两名警察虽然感到疑惑 但也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于是就离开了 回到局里后 两名警察把调查到的情况 反馈给了领导 局领导觉得龙志民的妻子 行为古怪 而且家中又有异味 的确很可疑 于是当天下午 公安局又加派了人手 特令仔细搜查 这一查 还真查出事儿来了 龙志民西武 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 柴草 空酒瓶 破布片等 用脚扒拉扒拉 才能看见一块地面 东武更加的黑暗 污浊 杂物充盈 一进门 便碰到了一脸的蜘蛛网和陈旭 搜查室 村治保主任说 龙志民的家里很臭 村里人都不肯到他家去 可是刑警队长王寇成 则从臭味中 分离出了另一种味道 是他熟悉的死尸的腐味 龙志民家东屋的一个萝卜轿旁边 有一堆散落的麦草 散发着比周围要浓得多的臭味 还有苍蝇围绕在周围 拨开麦草后 现场的人都惊呆了 麦草里藏着的 是两名相拥在一起的裸体男尸 警方马上停止了搜查 封锁现场 并且赶紧通报局里 要求对龙志民戴上手铐脚料严甲看管 说到这里 咱们得简单的介绍一下龙志民 龙志民原来是商县人质公社 龙鞭子大队人 1974年春天 因为修建南秦水库 而移居到杨玉和 龙志民矮小猥琐 游手好闲 1997年冬天 他将一个痴呆的女子 骗至家中 关在楼上 强奸了数日 幸好之后 被村中的民兵发现 才得以解救 1978年 龙志民在亲友的撮合下 与因为患脑膜而言 而残疾的严书霞结婚 婚后的生活更为的艰难 欠生产小队口粮款180余元 对里催要 龙志民不理不惨 又因为龙志民经常是咒服夜出 村中的人很少与之往来 警方让杜长年及江三河的家人 前来认识 可奇怪的是 两具尸体中 有一具是杜长英 但是另一具并不是江三河 而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小伙子 那么这一具尸体是谁呢 江三河又在哪里呢 警方马上对龙志民的家 展开了第三次的搜查 警方人员在东边门扇的柴草后 又发现了一个满满的化碑袋子 里面装着的是一具女尸 死者的年龄为五十岁左右 也不是江三河 接连发生的三具尸体 让所有的人都震惊 这件事也震惊了当地的领导 这具女性尸体是谁 江三河到底在哪 她到底是受害人 还是作案同伙 三具尸体的发现 立即引起了轰动 全村的老少清朝而出 前往围观 治保主任和几个民兵维持秩序 民警划出了保护圈 商县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 公安局长 以及商洛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 相继来到现场 民警带上警卷 再次搜查龙家 却没有得到新的发现 但是据村民们讲 龙家门前有过一个萝卜酱 现在已经填平种上了白菜 这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严淑霞向民警指了指萝卜酱的所在位置 这地方离门槛还不到一米 一个民兵挖了几仙之后 挖出一些包裹叶 薄薄的土层下 是一层包裹杆 民警又叫来了几个人 决定先不深挖 而是向四周开掘 清理出一个长三米 宽两米的场地 揭开包裹杆 里面躺着的竟然是八九具尸体 是一码柴火的码法 头和脚彼此交错倒置 整齐而紧凑 但是从边际上可以看到 这个下面至少还有一层 在场者都被这噩梦般的场景给吓住了 现场勘察指挥人员发出指令 停止勘察 立即上报省定 一个排的武警 鹤乡实弹 封锁了埋尸现场 另有一个连在城内随时待命 军分区独立连也处于戒备状态 地区公安处与现场开通了无线电话 陕西省官厅张景贤副厅长 和一般刑侦干部次日到达 挖掘工作才重新开始 从起尸照相录像编号登记解剖 整整一天的时间 到晚上时 从这个埋尸时间最晚的三号坑 掘出的尸体升至20具 到5月31日上午11点 三号坑终于清理完毕 整整33具尸体 一位参与清理的法医说 大家的心理承受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然而经继续勘察 二号坑又被发现了 二号坑在东侧的猪圈内 长两米宽一米深1.5米 共掘出了八具尸海 放置的方法与三号坑如出一辙 但遇害的时间更早 6月5日 在龙志民家的厕所东墙下的50厘米处 又发现了一堆已经完全古化的尸海 经过整理鉴定 共为四具 标示为一号坑 人们如潮水一般向王建村涌来 从5月30日开始 用王建村一位村民的话说 就跟赶庙会一样 一周的时间来了不下10万人 现年58岁的原生产队队长于学利 在接受新快报采访时回忆说 案发后 我们全村人都被禁止出门 以排查同案犯 我看到国家领导人陈匹显都来了 这起528案件被商洛地委 商洛地区行署急速上报 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 前所未有的大案 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强烈震惊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力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兼中央政法委书记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匹显 公安部部长刘富之等 先后做出批示 要求省地县对这一骇人听闻的 特大凶案狠抓不放 查个水落石出 同时要求通过此案 深入检查党政工作中的问题和漏洞 随后由陈匹显和公安部副部长于雷 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进驻上线 一个由中央省地县乡各级领导 和各级公安部门参与的侦破组织 迅速成立 核心领导小组 由省官厅副厅长张景贤挂帅 下设审讯组 调查走访组 现场勘验组 在地委书记白玉杰的建议下 又成立了群众破案小组 侦破此案 成为了商洛地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罪犯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手段和作案工具是什么 被害人都是什么人 这么多人被害 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反抗 这些案件中有没有同案犯 屋内的三具尸体 为什么不掩埋 这一个个问题摆在了侦办者的面前 王建存被包围封锁起来 通往村外的各个路口 都站着鹤枪实弹的警察 警察们向村民们宣布政策 欢迎检举和自首 侦破领导小组 甚至花了很长的时间 将一个从龙治民家查得的 用各种香烟盒 装订而成的小本上 所记的一千多人逐个查清 发现龙治民除了他的妻子 并没有其他的帮凶 那么龙治民的夫妇 是怎么杀人的呢 根据后来查清的事实 从1983年3月开始 龙治民游荡于商县汽车站 广场 东西城门口 南秦桥头等 以帮助介绍对象 高价雇人做工 免费住店为名 先后将游散他乡 外出干活的人员 和痴呆傻哑者 共48人 其中男的31人 女的17人 诱骗着家中 先令这些人为他干活 待等到晚上入睡以后 分别由他的妻子赵明 龙治民用掘头 猛击头部 个别没有断气的人 就用锥刀刺其胸部 或颈部而亡 并且龙治民和他的妻子 会脱掉遇害者的衣服 搜寻他们的财物 连死者的长发 也被剪掉 藏于床下 尸体则等到夜深无人之际 掩埋在院内 已经挖好的土坑里 仅在1985年 龙治民就疯狂地杀死了36个人 其中一次 龙治民杀死了阎某夫妇 以及他两岁的孩子 阎小剑等三人 特别恶劣的是 龙治民曾经诱使罗某某 王某某 与他的妻子阎书霞 发生两性关系 然后趁其熟睡之际 予以杀害 龙治民在杀害的48人的衣兜里 共搜得了人民币570元 手表6只 死者的全部衣物 也被掠夺 赵村人 邵根是从龙爪中逃生的人 1984年秋天 邵根去王剑看电影 归途中碰上了龙治民 龙治民说 他家有活干 让他在他家睡一晚上 转天干活 邵根说 我说我家脏 他家还要脏十倍呢 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 一阵一阵的 比毛厕还强人 我就没有脱衣服 跟他在炕上将就礼仪 天一亮就想赶紧走 现在想想 那天夜里 龙治民没有害我 八成是因为 我嫌他屋子里太难闻 几次起夜抽烟 龙治民 没有机会下手 给龙治民 挖出三号坑的梁府乡 刘河村村民 刘庆娃 也属于幸运儿 刘庆娃说 给他挖轿的时候 龙治民用石灰打了线 并叮嘱我千万不要超过灰线 萝卜轿嘛 大一点小一点的 有什么关系 还打线呢 我心里想 龙治民这个人 做事还挺讲究 但是我在往东边挖的时候 碰到了一块大石头 抠出石头 不得把灰线往外移一段吗 结果就挖出了一块骨头 我看着像人骨 就喊道 老龙 老龙 你这地里 咋还埋着个人呢 龙治民从屋里跑出来一看 很快地掩饰了过去 他说 那是老坟吧 第二天 我就被打发回去了 现在想想 真后怕 要是我当时再多问几句 龙治民还能让我回去 龙治民他为什么要杀人 而且为什么要杀了这么多人呢 实际上 这也是当初侦察机关 颇为费解的问题之一 龙治民持续杀人的时间之久 绝非是一个有着正常心智的人 所能承受的 用48条性命 仅仅换得了573块钱 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能与日渐腐烂的尸体共处一室 深夜的时候 独自一人把一具具尸体搬出 然后有条不紊的马牌整齐 真的是令人更不可思议 当时陕西省并没有设立 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 侦察机关从西安医科大学 和西北政法学院请来有关专家 对龙治民进行了一次精神病学测试 在经过一天时间的 为氏成人智力测量 以及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调查 专家认为 第一龙治民没有任何的精神疾病 第二反应敏捷 回答问题清楚 在人群中也应该属于聪明的一类人 专家还与龙治民进行了一番有关案情的对话 专家问 你为什么把被害人的衣服剥了 龙治民回答 人死了还穿衣服干啥来 专家又问 为什么把衣服洗了 龙治民回答 洗干净了结实 穿起来没味儿啊 专家接着问 为什么把死者的头发剪了 龙治民说 我听人说过 人死了啥都能化 就是头发化不了 如果连头发一起埋了 将来你们能从头发里检查出来 那到底是谁 专家又问 你把头发留着 不是等于留着罪证吗 龙治民回答 我想着是把他攒多了 留着卖钱 专家又问 那你为什么把尸体码得这么整齐呢 龙治民回答 不占地方吧 专家接着问 573块钱 48条人命 平均杀一个人 只得十几块钱 这个账你就不算算 龙治民回答 有钱的咱叫不来 能叫来的人身上都没啥钱 专家又问 你和死人住在一幢房子里 就不怕吗 龙治民回答 怕啥呢 死人不也是人吗 专家最后问 你杀人从来没有害怕过吗 龙治民回答 要说不怕 那是假的 有一次我在楼上杀了一个 睡到半夜的时候 听到无流响声 扑通扑通的响 我心里想 这是咋了 莫非有鬼 可是 共产党说 世上没神没鬼吗 我爬起来 把灯点上 可是端着没有灯的手 一直在发抖 你想我咋办 我就被毛主席语录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等我爬到楼上一看 你猜咋的 原来是地上 有一块破塑料布 那个死鬼的血 从楼缝上滴下来 砸在塑料布上 砸出的声响 我就找了一个盆去接 然后 我就又睡去了 医学专家认为 明显可见 龙治民的杀人 有其实际的目的 一是 谋取财物 二是 获取劳力 三是 满足性需求 到了后期 则演化成了杀人成瘾 从杀戮中 获取快感 公安部研究人员 深入调查了 龙治民家族 以及成长史后 拿出了一份 犯罪研究报告 有助于我们了解 龙治民的杀人经历 龙治民六岁的时候 他的妹妹在三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去世 基于传宗接代的观念 他的父亲 浇灌放纵龙治民 去地里干活的时候 也用背篓背着 但龙治民在同学中 年龄最大 个子却最小 师生均看不起他 多次遭到同学的戏弄 恶作剧 文革期间 龙治民成立了一个 红卫兵组织 抄家批斗干部 倾泻了平日的怨气 然而好景不长 村里成立了革委会时 龙治民差点被揪出去批斗 其组织也随之瓦解 龙治民少年的时候 很爱学习 常借着月光读书 但因为历史的环境 学无所用 受挫后便一直消沉 自暴自弃 曾自编了一首 充满自嘲的打油诗 为己征婚 最后 因其自身的条件 只取得了一个残疾的女子 龙治民心绪恶劣 处境孤独 在社会上也没有朋友 龙治民签到王剑后 经常借口这个病 那个病不出宫 出宫也不出力 生产队规定 每个劳力全年要完成基本工400个 龙治民却做了不到100个 有时还给自己偷偷的加工分 分配到名下的粮食都拿得去杯 常有队上派人送到他家里 王剑村民帮助移民盖新房 龙治民却钻在借助的屋子里装病 陕西省官厅及其刑事技术人员 反复对现场进行了勘验 提取各种证物 1006件 对48具尸体逐一进行了损伤检验 将其死因 年龄 性别 以及被害的时间 做出了科学的鉴定 对被害者的388件遗物 用警犬进行了气味鉴别 照印照片3800张 为辨认和查明死者的身份 提供了证据 据办案人员回忆 龙治民对所犯的罪行毫无回忆 在法庭上得知被判处死刑时 龙治民说 我想不通 法官说 为什么想不通 你杀了这么多人 龙治民说 人家黄朝杀人800万都没有判死刑 为何给我判个死刑呢 一位伤弱的警方回忆说 公判大会结束以后 法院贴出了宣判的布告 但一共只有三张 每张的布告前面都手有警卫 只许观看 不许抄计 更不许拍照 贴出半个小时就被接下来 因为上级有指示 尽量缩小影响的范围 同时又得合乎程序 商落当地 严控龙治民特大杀人案的信息外泄 并杜绝记者采访此案的新闻 纵然在几十年以后 新快报记者试图到商落中院 调看案卷存档资料的时候 也被当机的回绝了 负责媒体联络的研究室负责人 坚承此案不能报道 陕西省官厅 一些曾经参与此案的侦破的民警 也不愿意谈及此案 不过即使如此的严控 附近地区还是贪之色变 某县发生了一起诱骗案 人们也说是龙治民的同伙干的 一位居民回忆说 龙治民案发以后 商县农民外出打工 无人接收 干部出差 没法吃饭住宿 仿佛一夜之间 商县人都成了活颜望 正是由于信息极为的不透明的缘故 新快报记者在采访中 与当地的村民交谈时 他们也为很多的问题所困扰 诸如受害者是不是远远多于48人 鉴于害怕国际影响太大 就没有再深挖了 龙治民杀人 是不是为了给妻子消夜 让其残疾的双腿能够恢复正常 杀那么多人 有没有征兆等等 记者来到王建村时 发现发生虚案的那幢瓦顶土 还在原处 这个与商周汽车站 相隔仅五公里的村子居住集中 通过西南各乡镇的公路 从村前经过 而龙治民的家 与公路相距仅四五十米 很难想象 这样一个在人眼皮子底下的地方 竟会发生48宗命案 却无人察觉 80岁的村民于正满 曾参加过尸体的清理 他说 发现的尸体肯定是全部清理完了 并没有遗漏 龙治民夫妇被枪决几年 一个回村的老人 以三百元买下了这个房子 如今已经去世了 房子无人居住 也就没有改造 龙治民夫妇有一个1979年出生的女儿 现在想想应该已经四十多岁了 是在外婆家被带大的 村民张彩娥说 由于受父母的影响 在学校的时候 这个孩子常常被羞辱 龙治民的女儿没读成书 早已经改名换姓 远嫁至新疆了 这起建国以来特大的杀人案件 是否早有预兆 如果提早发现 就可能避免更大的伤亡 公安部的调查表明 对龙治民三年杀人 毫无察觉 是当地公安部门严重的失职 对大量的失踪者 公安部门并没有加以重视 江银山在寻找弟弟江三河期间 曾经两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均没有得到回应 随后他又直接把信 写给了地委第一书记 白玉杰 之后 龙治民又杀害了两个人 如果商落地委 能够对江银山的第三封信 予以重视 并及时地处理 是否就能够使龙治民 能够早几日暴露 从而使最后的两名死者 幸免遇难 此外 严书霞在与龙治民作案的三年中 曾由严书霞的舅舅代彼 向有关部门写过一份离婚诉状 诉状里除了指出了龙治民对他的虐待 也透露了一些龙治民犯罪的情况 但如此重要的事件 有关部门也未予以重视 村民张彩鹅说 在凶案暴露的前几日 严书霞已经非常害怕回家 住在附近的房子里 任由龙治民怎么叫都不回去 不过这些照样也没有引起谁的关心 1985年8月30 陕西省检察院 商洛分院以故意杀人罪 将龙治民夫妇提起公诉 9月20日 商洛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二人急刑 二人提出上诉 陕西省高院来人提审后 驳回上诉 维持依审判决 9月27日 龙治民严书霞被判处死刑 罪犯绳之依法大快人心 但留给后人的却是惨痛的教训 值得我们所有的人深思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